南洋理工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一种形刺胶部的新型检测仪 可以通过使用者的汗水两分钟内检测出血糖等健康指标 新检测仪不但使用更方便 准确率也与传统针刺取血式的方式不相上下 将看似胶部一样的新型检测仪贴在病患身上大约两分钟 然后将它移除至于紫外线下 就能通过使用者的汗水检测出乳酸葡萄糖和尿素毒素 而这三项生物标记是检测糖尿病的关键指标 使用者然后可以利用手机应用获得分析的数据和图表 进而得出最终的血糖指数 市面上的大部分的血糖仪 它都是需要拿一个针戳到你手指才能踩到你的血 然后那样的话会很痛 只需要把这个贴片贴到你的手臂或是你的其他身体部位 然后它可以量测你的汗液 然后这个汗液里面的血糖就会被我们的这个激光的侦测器侦测到 目前本地有超过40万人患有糖尿病 预计到了2050年时病患人数将增加到100万人 研究团队希望产品能在两年内投放市场 同时展开更多科学研究 进一步优化产品 进一步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